打开电池盒以后 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接线 要换的控制器就在整个车的右边 然后将所有的线拔开 好 将电池盒取下 这时候用剪刀将这个扎带剪掉 将所有的线头剪开 这个地方要用钳子 把这三个角 需要将这三个热锁套管 剪开 同时最好你在更换的地方 也要有热锁套管 等会安装的时候需要 使用热锁套管 将热锁套管剪掉以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现在就是三条电击线都已经拆完热锁套管以后的样子 然后开始把它拆出来 就使劲拔就行了 这样两边的这个塑料帽弄开 然后用钳子使劲拔 三条一样的 现在就是三条电击线已经全部拆开了 拔的时候可能需要工具 就用钳子把它使劲拔开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到下面 看到这里有四颗黑色的螺钉 将这四颗黑色的螺钉取下 整个控制器的板就可以取出来了 现在整个四颗螺钉已经全部被取下 这时从上面就可以把整个控制器拿下 这时候还有三个银色的螺钉需要取下 将三热片取出 这样的话就把我寄来的控制器重新安装到这个三热片上 先安装三个螺钉 好 将三热片安装后 然后把它放在塑料底壳上 然后安装四个黑色螺钉 好 将四个黑色螺钉安装好 这个控制器就已经固定完毕了 现在将四个黑色螺钉固定好以后 现在开始接电机线 现在接电机线 先把热搜套管套到电机线上 三条热搜套管 然后将两边接上 它这是同样颜色的线 对叉就可以 不要插错 同样颜色的线对叉 蓝色接蓝色 绿色接绿色 黄色接黄色 然后将热搜套管套上 然后用热风枪将它吹解 这样用热风枪 让它每个地方都吹得紧坐在 这个电机线上 这样的话就能很好的保护电机线 首先要把这个接线的这个 要压扁 一定要压扁 压扁以后才能保证接触的良好 然后将最长的那根线 接到最右侧 就是左边电池的线 接到最右侧 然后最短的这根线 也要加扁 这根线是从那个控制器出来的 这根红色的线 接到中间 然后将塑料帽套上 然后另外最长的这根线 是接到最右侧 应该是最短的那根线 接到最左侧 最长的这根线接到最右侧 刚才说的有点错误 就是注意看一下 这是接好的电源线的情况 就是左侧电池接到最右边 右侧电池接到最左边 这个接线 请大家注意一下 最后一步就是将灯盖上的所有线接好就行了 然后接线过程就是 它所有的线都有防插错的这种机制 按照这个对插的这个插座的类型 将它插好 注意电池会出两根线 我们插那两根 是有两根线的 还有一根是单线的 那个线不用插 那个线是插到灯板上的 双线的是充电线 充电线是插到电池和充电口上的 然后单的那根线插到灯板上的 灯板去检测电池电压 从电池出来的那种单个一条的线 接到灯板上单个一条的线 反正就是一条对一条的 两条对两条的接好就行了 然后最后接这个黄色的线 这个黄色端子端子 这个是电源的放电线 接上以后电池就可以供电了 好这样的话整个线路就接完了 然后剩下就是把电池盒盖上 然后就可以尝试充电 这是控制器的控制线 对插就行了 这是有防插反的这个接头 不用插反的 然后用一个扎带将所有的线扎到一起 这样的话防止它在内部有一些异常的接触 最后一步就是把整个线要规整好 整理到这个电池盒内 然后把电池盖盖上 注意有些现在从灯板那边走过去的 所以需要在那边注意一下那个线路的摆放 这样的话整个电池盒就盖好了 然后电池盒上的八个螺丝上好 整个控制器的更换就结束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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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